男子停下車破口大罵 指控隔壁的騎士 貪快 紅燈違規右轉 從路口衝出來 差點就撞上他 騎那麼快 路口不用看一下的嗎 如果撞上去了怎麼辦 騎何這樣騎得住是 下次如果真的有事情怎麼辦 而且我真的撞到了怎麼辦 其實拖霞安全帽嘴裡說道歉 卻也不敢被罵而反駁 事發就在1號晚上8點多 高雄公園一路 大十字路口騎士危險 紅燈左轉 下一個路口又再度喘紅燈 差點發生碰撞 我那時候自己騎的騎很快 重點是你紅燈右轉 就算你速度還那麼快 其實事後氣到PO網 卻也坦承自己當時車速不慢 但對方連闖兩個紅燈 差點撞上人 被攔下後置是簡單道歉 甚至還不停跳針說 已經道歉了 其實貪快闖紅燈 底底弄 索性沒有發生小通意外 遠景也針對違規行為開罰 一時搶快回家 這次荷包恐怕得上心 記得登明馬家瑜高雄報導